玉里青年会办理捐血活动 而这次特别的是邀请了在地青年摆摊 每个摊位都非常有特色 让来捐血的民众还能逛逛世纪 放松心情 而青年会长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台闹血荒 希望民众能够卷起袖子捐血救人 特色的摊位餐车 手做蛋糕 手冲咖啡 当地农作物等等 超有特色又吸睛的市集 其实是玉里青年会办理的捐血活动的结合 希望让来捐血的民众还能够逛逛世纪 我们今天又来了很多的市集跟太阳商 一部分来自我们青年会里面的会员跟干部 他们的自己在地的创业 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些 自己的一些市集的活动 青年会长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台闹血荒 希望民众能够卷起袖子捐血救人 这次捐血的赠品也非常特别 与地方的在地店家合作 有咖啡馆小吃等等 捐血就能够取得当地店家的现金优惠券 促进地方消费 我们的青年会会员里面本身有很多是自己创业的 青年创业 里面送的很多的证明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工 自己创业的行业的折价券 捐血活动从早上的10点开始 一直到下午4点结束 都不断涌出人潮来捐血 青年会长玩起衣袖 带头响应捐血做公益 以实际行动为社会贡献更多的爱心 当天总计有120人捐出热血 记者高松双玉丽震 赛宝波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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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辞 订阅 转发达论